马来西亚28号将一批非法运入该国的洋垃圾遣送回国 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开始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洋垃圾说不 28号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化与环境部将一批非法运入该国的洋垃圾遣送回国 包括10个集装箱450吨有毒塑料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该部门此前联合地方政府在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巴申港 查处了一批虚假申报的洋垃圾 分别来自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等国 马来西亚下令将数千吨进口废弃物遣返 并表示不会继续做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倒场 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量地将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垃圾 以国际贸易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出口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 洋垃圾大量涌入已超出接收国的承载能力 特别是马来西亚 2018年塑料垃圾进口量飙升 近前7个月 从美国英国流入的塑料废品就有45.6万吨 几乎相当于前两年的总和 远远超出了马来西亚可以处理的体量 从2018年7月开始 马来西亚突击检查垃圾回收行业 在境内关停了约150家非法垃圾回收工厂 但仍有一些国家通过虚假申报内容物 或将可回收物与垃圾混装等方式将洋垃圾送入马来西亚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垃圾中 只有10%真正被回收加工 90%被烧毁或抛弃 从而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 并制造了传染病病源 对此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表示抵制 称不愿再当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马来西亚像任何其他发展国家 有了准备水和水 正如发展国家的发展国家